各位,楊過這十幾年來,連真面目都不讓人見,當然是不想對一個生寶姑娘說出自己的名字。 她就說,你這個妹妹真是怪,自己不肯說,要我說,好,你不說算數,還一條手筋給你。 說完輕輕一揚,嘩,那條手筋四隻角攤開,平鋪在空中,一路平平穩穩地飛回到國殤前面。 國殤伸手接著,她說,神雕俠,啊,你這麼好功夫,教給我都可以吧。 楊過見她一派天真爛漫,對自己真靈可怕的面目一點都不怕。 好,嚇到她才行,她就失失驚,大聲地說,哼,你好大膽,為何不怕我先,我要害死你。 果然走前一步,舉高手想蓋在國殤上。 國殤開頭都害怕,不過馬上想到東西了,她就說,我不怕,我不怕,你如果真的要害我, 還會說定給我聽嗎?神雕大俠二搏雲天,怎會害我一個妹妹呢? 蛤?你我素不相識,又怎知道我不會害你? 我雖然不認識你,但昨晚在風鈴道口聽見很多人說起你,我就立定心水要見你這位英雄人物了。 見我這位英雄人物?妹妹,我算什麼英雄呢?你現在見了之後, 一定是覺得見面不如聞名了,是不是呢? 不是,不是,如果你都不算是英雄,那還有誰算是英雄呢? 他這樣說完,馬上覺得這句話不太妥,便連自己爸爸都說得不如他,所以就跟著補充說了。 那是,除了你之外,世上還有幾個大英雄大豪傑呢? 楊過這十幾年來,一直跟他吊造盤,沒有人跟他談過那麼多話。 談一談,他自己也很開心。 這個妹妹仔,有挺好談的。好,讓我先問問他。 妹妹仔,你十幾歲,知道多少個當世的英雄人物? 你說出來吧。 郭湘便回答,我說出來,如果說得對,你要帶我去捉九尾寧湖,好不好? 好,你說幾個給我聽聽,說得對,我就帶你去。 我說了,有個英雄,鎮守襄陽,奮不顧身,力抗蒙古,保景安民,這樣算不算大英雄呢? 楊過立刻動起手指公話,對,那個是郭靖郭大俠,算得是大英雄。 還有一個女英雄,她附助夫君,抗敵守城,至計無傷,料事如神。 她算不算大英雄呢? 我知道,你說的是郭夫人,王幫主。 也算是大英雄。 還有,還有,還有一個老英雄,她五行奇術,鬼神莫測,但只神通無人可及,這樣算不算大英雄呢? 啊,這個是桃花賭主王藥師,她是武林前輩,我素來敬仰。 郭襄一口氣,說了三個大英雄出來。 啊,見到神雕俠都額頭額頭額頭,就更加得意了。 又說老有腳出來。 一說到老有腳,楊過就說,老有腳的武功一般, 不過看在她坐姦殺敵,為國為民,倒數了她。 郭襄就想,哇,這個神雕俠眼角這麼高,如果再叫我說,我就說不到了。 楊過見到她想想,心就想了。 郭伯伯,郭伯母,王賭主,老有腳,這四個人都是明陽天下的豪傑。 這個妹妹仔說出他們,都不算奇怪。 於是她就說,妹妹仔,你再說出一個,如果這個說對了, 我就帶你去黑龍潭捉靈湖。 郭襄想想想,還有誰呢? 剛剛想說這夫耶律齊的,不過她的武功雖然高, 但始終都拉不上大英雄這一層。 說到大武小武兩師兄,那就更加離譜,不能說。 正在圍爛的時候,突然凌擊一動, 我又想到一個了,她解困濟急, 曹強扶弱,眾人稱讚神雕大俠。 這個不是大英雄,那你就是沙賴。 哈哈,這樣一說,楊過真是沒得出聲了。 啊,妹妹仔,你真是挺會說話的。 好,那我就帶你去黑龍潭。 咦,郭襄開心啊,拍行首張猛叫好東西。 她看見一隻神雕像樣子,雖然醜怪, 身軀很紅偉。 於是就多多手地拍一下她的背部。 她自小跟白鵟玩慣了,就經常拍她的背部。 誰知道這隻神雕就不喜歡生寶人摸她的。 拿一隻東西掃她的手, 嚇到郭襄縮都縮不及, 那陣風吹在她的手上,尺甲痛。 她哪知道,她家裡養的那兩隻是家琴。 而這隻神雕呢,是養過半個師傅來的。 論背份是前輩,身份大不相同。 她們兩人一丟,就向著黑龍潭走去。 那裡很異形。 荒原七百里內,草木不生。 黑龍潭本來是一座大湖來的。 後來因為水源乾枯,逐年淤塞, 就成了一片淤泥堆積的大沼澤。 沒多久, 楊過和郭襄已經來到潭邊, 放眼望去, 一片死氣沉沉, 在潭中心的地方堆著幾堆枯柴乾草。 那隻九美玲湖,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躲在那裡呢? 楊過就咬了一條樹枝, 啪聲拋開潭邊。 沒多久, 看著這條樹枝就漸漸沉下去。 沉得雖然慢一點, 但一點都不停, 眼見兩邊的積雪蓋著它, 樹枝就終於沒有了終積了。 郭襄見到, 心就想, 樹枝這麼輕, 都沉下去, 人這麼重, 怎能在雪梨上邊走呢? 這時候, 只見楊過又咬了兩條粗一點的樹枝, 削了兩邊的幼枝, 然後就綁在腳板底。 只見她說, 妹妹仔, 讓我下去試試試看。 講完, 她整個人向前一撲, 撲下去黑龍潭裡頭。 她雙腳剛剛碰到潭裡頭的積雪, 馬上飛地滑開。 看她好似現在的人也在雪劇那樣, 東滑西閃, 左轉右轉, 一點都不在泥瓣面頭停留。 她在潭裡滑了幾個圈, 又回到原地了。 郭襄就拍行首張說, 哇, 神朝大俠, 你好本事, 好功夫啊, 不能沉下去。 楊過見到她的善模樣, 知道你妹妹仔很想跟自己入壇竹壺, 之後自量沒有這身輕功, 於是她就說, 妹妹仔, 我答應過帶你來黑龍潭竹壺, 你有膽嗎? 嘿, 我又沒有你這樣的本事, 就算有膽也沒有用。 楊過笑一下就沒有出聲, 跳上來, 又咬了兩條樹枝底給郭襄, 你又像我這樣, 綁在腳板底。 郭襄知道是為甚麼, 她又緊張又歡喜, 馬上就綁了兩條樹枝在自己腳板底, 綁好了, 楊過就叫她準備跳下潭, 不過就吩咐她, 下去之後呢, 雙腳千萬不要用力, 說完, 她左手握著郭襄右手, 喏, 別怕啊, 跟著一提一拉, 郭襄身不由己, 就跟著她挖入譚裡頭, 初時她很心脅的, 不過挖出幾象之後, 覺得兩個人輕飄飄, 好像藤雲駕舞一樣, 那隻腳一點都不用出力的, 咳咳一聲就去了, 真是好玩之極, 他們滑了一陣, 楊過忽然間, 咦, 叫了一聲, 郭襄就問, 做甚麼啊, 她掛著問, 一下子走神, 左邊的腳就停了一下, 即時左腳就向下沉了, 兩邊的泥瓣就沸沸上腳背, 嚇到她叫出聲, 楊過一斤, 拉起她, 記住啊, 妹妹仔, 雙角千萬不要停啊, 喔, 我知道了, 我知道了, 欸, 神雕俠, 你見到甚麼啊, 是不是見到九尾寧湖呢? 不是, 我覺得好像, 有人在這兒住那樣啊, 甚麼啊, 這兒怎麼能住人的啊? 對呀, 我也不明白, 不過看那幾堆柴草, 不是天然的, 是人擺成這樣啊, 這時候, 他們說著說著, 就滑到那幾堆柴草那樣了, 郭襄仔細看著, 嗯, 沒錯, 是人擺下的, 喏, 月木在東, 炳火在南, 茂土居中, 是啊, 是啊, 是人擺成這樣啊, 郭襄一眼就認出那些柴草, 是按旗門五行變化來擺的, 那由此而得出這個泥潭呢, 就算沒有人住, 也有人經常來這處, 楊過估不到郭襄小小年紀, 咦, 連這些這麼偏門的東西都認識的咯, 心就有些奇怪咯, 喏, 原來郭襄自小呢, 就聽了他媽媽黃蓉談論陰陽五行變化那些東西, 那歲數大了, 正所謂啊, 數把都笨成精啦, 也學得三幾情, 那他和大家姐各父性格就不同的, 雖然都是這麼豪爽, 知他不魯莽, 人又聰明, 黃蓉見他這樣的樣子就整天說, 唉, 這個女兒呀, 如果外公見到, 實笑到有牙無眼咯, 事關黃藥師就好好衣服升上琴棋書畫, 以及兵法那些東西的, 那郭襄小小年紀呢, 也有這些愛好的嘛, 那同時呢, 他又喜歡異上天開, 我行我嫂, 行事就往往出人意表, 令到郭靖黃蓉呀, 對他頭鶴尺呀, 那叫他做小冬邪, 即是形容他和外公一擔擔啦, 那比如這次他跟著一個素不相識的大頭鬼, 來看什麼神雕俠, 接著, 又跟神雕俠, 三九不識七的, 跟到來黑龍潭, 捉什麼靈狐呀, 他這些大膽任性的行為, 連黃蓉都自嘆不如呀, 再說, 楊過聽郭襄說出幾堆柴草所佈置的方位, 十分之驚奇啦, 咦, 妹妹仔, 你怎麼知道呀, 是不是有人教你的呢, 郭襄就說, 不是呀, 我自己看書認識的嘛, 都不知對不對呀, 不過照我看這個譚裡頭這樣的報紙, 就很一般, 不會有什麼高人的, 楊過鴨頭說, 嗯, 不過這個人在這個地方住, 又不陷進去泥辦底, 那就真是奇了, 於是他就大聲地喊了, 是呀, 黑龍談中的朋友, 有客人來了, 等了一陣, 市周圍一粒聲都沒有, 靜音音, 楊過又再叫了一次, 照樣是沒有人應的, 於是他就說了, 看來, 雖然有人堆些柴草在這裏, 只好似不是住在這裏, 我們不如過去看真些, 兩個人講講一下, 就挖過幾象, 到了堆放柴草那邊了, 咦, 各商無意之間, 覺得地下的泥辦實了很多, 接著, 楊過也知道了, 噢, 原來這個泥潭中間, 是有個小島的, 那這陣時, 突然間在茅草那裡, 就嘶嘶嘶聲, 飆了一對九美靈湖出來, 一隻就飆向東北方, 一隻就飆向西南方, 楊過又叫國商站在小島那裡, 不要走開, 自己腰骨一挺, 就出一出聲, 滑到東北方, 追那隻靈湖, 這陣時, 他不用顧國商, 在雪梨面頭, 展開輕功滑行, 嘩, 真是快如飛鳥啊, 不過那隻靈湖也跑得不慢, 一陣風就繞回頭, 昏國商前面, 出聲飆過, 接著, 嘶, 一陣風響, 楊過又急閃而到, 一發空三袖, 看來就要發倒靈湖了, 怎知道靈湖忽然間躍起, 在空中, 嘩, 翻到個關斗, 避開三袖, 啊, 國商見到, 就大叫可惜, 只要他們一人一胡, 在白茫茫雪梨上, 就出聲風池電濟, 互相追逐, 國商就慢地幫楊過助威, 神雕俠, 再快點, 再快點, 小靈湖, 你沒得走的了, 那另外那隻靈湖呢, 就特地在楊過前後左緊飆來飆去, 想引開楊過的注意力, 楊過就知道他那東西, 一於不理不睬, 就始終追著原來那一隻, 想追到他根皮力獻, 還看他跑去哪裏, 哈, 怎知道靈湖小小隻, 知道的力很長, 可能知道今天大難臨頭, 幾大都要走, 一點都沒有累的跡象, 楊過追著追著, 就追到慶了, 劃行得越來越快, 但是, 見到另外那隻靈湖, 為了救同伴, 就越來越放肆, 有時候甚至無走到自己身邊, 一丈幾尺遠的地方, 他心想, 哈, 難道我真的沒有你苦? 他一邊繼續劃行, 一邊护身, 繞起一堆雪, 隨手一渣, 他有內功, 一渣, 雪就像石頭一樣硬, 看準狗狗鎮那隻靈湖, 呼聲, 扔一塊雪泥出去, 噗, 哈, 又巧扔到靈湖頭殼頂, 扔到他當堂翻身, 打了個關斗, 站在那裡, 眼光光地看著楊過, 不敢追, 然後急急走到帝書, 躲起來, 不敢再出來, 幸好楊過不想扔死他, 隨便下下就算了, 所以他才撿命, 楊過如發炮製, 即時可以照打中那隻亡命而徒的靈湖, 然後將他捉住, 不過他有心想和靈湖鬥腳骨力, 想著如果真是追不到他, 也就放了他, 算是自己不夠的好東西呢? 要知後事如何, 請聽下回分解。